台湾的名字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 有人说台湾叫福尔摩沙 事实上福尔摩沙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字 福尔摩沙的原意是美丽的意思 所以福尔摩沙就是美丽岛的意思 更重要的意思是福尔摩沙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他们在全世界14世纪航行时 只要走到一个比较美的地方 他们通通把它叫做福尔摩沙 所以南美洲有很多的福尔摩沙 甚至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也有很多的福尔摩沙的地名 或者是福泊的名字 街道的名字 在很多的世界上的岛屿 很多地方也都被西班牙人 葡萄人称作福尔摩沙 所以台湾不是一个很单独的 再来跟大家讲个有趣的例子 我们所熟知的印度南边有个岛屿 叫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也是美丽的意思 所以它只是用一种斯里兰卡当地的语言把它翻回去 所以我们叫斯里兰卡 所以斯里兰卡它的原意也是美丽岛的意思 所以不要以为福尔摩沙是一个正式的名词 但是有人也难免习惯性的把它当作一个正式的名词 比如说我们称作一个人 哎呀好英俊的男子 我们叫俊男 好漂亮的女子 我们叫他美女 但美女跟俊男 是一个形容词 那有时候有人会把它拿来当正式的名词再使用 那关键的是说台湾岛它的名字的取名 事实上反映着台湾的历史 也就是有很多的人群在争夺台湾岛的控制权的时候 就主动命名这个岛屿叫什么名字 或者他知道有这个岛屿存在的时候 他想给岛屿取一个名字 所以台湾岛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很多的名字 比如叫琉球 叫小琉球 叫北港 叫福尔摩沙 但最后呢 到了清朝的时候 正式的把台湾这个名词定下来 取名叫台湾福 所以台湾从此就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 叫台湾 但是我们要问说 那台湾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台湾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从文献上去寻找 如果从外文来讲的话 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1623年17世纪 3月1号 荷兰当时有个舰队司令叫雷野生 他的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的 他说荷兰的舰队 刚在澎湖海域航行的时候 这个船上有一个翻译人员是中国人 这个人叫洪玉渝 他告诉荷兰人说 在澎湖对面有一个 有一个Bay of Taiwan 用英文来讲 或者翻成中文叫大圆湾台湾 说Bay of Taiwan 这个洪玉渝是闽南人 所以他讲的话应该是闽南语 他说大圆湾陆群遍野 很适合荷兰人去经营 他说如果荷兰人 派军队进驻到大圆湾 会有很多的中国人搬过去定居 所以可见的荷兰文献里面的 台湾这个名字 是来自于中国人告诉他的翻译的名词 那荷兰人怎么拼他呢 拼的拼法很多 有人拼成T-A-Y 台 或O-U-A-N 湾 是这样荷兰的拼法这样子 那也有另外一种拼法 T-E-Y T-E-Y 然后O-W-A-N 湾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的意思 那问题是 这个中国籍的翻译洪玉语 他是怎么告诉他们说 有一个海湾叫台湾呢 其实在中国的文献 比1623年更早 在1602年的时候 1602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有一个海军的军官 叫沈友荣 他在追汽海盗的时候 带了一个幕僚 这城地 就来到了大圆湾 接受大圆湾的原住民的招待 这位原住民的头目叫大米勒 但是我们已经找不清楚 说这大米勒是谁了 到了1603年 他的幕僚陈帝 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 目前台湾史上的著作 叫东藩记 当时的陈帝把整个台湾称作东藩 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呢 因为中国有个习惯 东边 比较靠北部的叫宜 所以叫东宜 然后比较南边一点 叫东藩 更南一点叫南越 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分不清楚说 这些少数民族或原住民族到底有几种 不管他通通称藩 通通称宜 通通称越 所以什么百越等等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写了这本台湾的旅游记 叫东藩记 东藩记里面正式出现了大圆这个名词 圆是圆外的圆 叫大圆 因为大圆这个名词在闽南语里面 就叫台湾 陈地在东藩记里面 就称呼说有个港口 这个港口就叫台湾 叫大圆 圆外的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写的台湾 这个台湾还没有出现 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可以证实说很多人 都把台南安平港那个附近 称作台湾 这闽南语 但是什么时候 不是用大圆来写 变成现在我们的写法台湾 你只要想一想看一件事情 就知道 如果台湾要用闽南语念 不是像现在的念法 因为现在闽南语里面称台湾都叫台湾 但是如果是正式的要称海湾的湾的话 他就会称台湾 但是你几乎没有听过闽南人 用闽南语称呼台湾 叫做台湾 但是如果用普通话 那个台湾那两个字念起来就台湾 不会念成台湾 但是基本上台湾地区都把它称作台湾 所以正式一点台湾这个音 是来自于大圆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面 才能够念成台湾 证实的陈地最早提到的说有个港口叫大圆 就是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个证据 就是河南人根据当时闽南籍的中国的翻译 称作台湾 就不是湾了 到了陈地又用台湾 那后来什么时候改成台湾的写法 这个改成台湾的写法就有一点的丸了 是明朝的官员改的 明朝的官员 有一个叫做何凯这么一个人 他在他的作者里面就写出来说 有个地方叫台湾 他为什么会把大圆两个字写成台湾 我这个是有点的复杂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官员在很多记录里面 有人把台湾写成大湾 有人把它写成台湾 就是台湾那个台 是大圆圆外的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写法 那真正的在正式的文件里面出现了 是有一点的晚了 有点的晚 这个时候的何凯才把它取名叫做台湾 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台湾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那台湾这两个字呢 我们整体来说呢 出现的时间算是比较晚 那回归来的时候 从文献上记录 我们可以这样的统计 其实我们找得到最早的 有人知道台湾岛存在的记录 应该是元朝的时候 1349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来到东亚 那只有这个中国人 有曾经去找到这个台湾岛 但不表示台湾岛当时没有人 台湾岛当时有很多的原住民的部落 但原住民的部落并没有整个台湾岛的概念 所以他没有为了整个岛取名字 原代的旅行家叫汪大渊 他在134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叫《岛遗志略》 这本书里面啊 汪大渊啊 就直接了当的把澎湖旁边那个岛遗称作琉球 他换句话说 不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日本的冲绳县叫琉球 是把台湾称作琉球 这是第一个称呼 因为早年的时候人们分不清楚 现在日本的冲绳的琉球 跟现在台湾的琉球 到底是分成两个部分 还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部分 所以统称叫琉球 但是汪大渊所讲的琉球 那个形容里面的内容 的确是台湾的样貌 所以我们可以说1349年 这些汪大渊所称呼的琉球就是台湾 所以你可以把台湾当作最早的名字就是琉球 到了1372年 这个朱元璋已经到了明朝了 他当时开辟的从福建的福州 可以直接到琉球群岛 就是日本那个冲绳县的琉球群岛 这一条航线他画了一个航海图 当时的航海图称作针路图 就指南针的针 这个海路的路叫针路图 它针路图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地名 这个地名叫基隆山 基是养鸡养鸭的基 龙是龙子的龙叫基隆山 基隆山就是我们现在基隆港口 外面那个像一个基隆样子的一个山 叫基隆山 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表示说1372年 中国政府就已经注意到有一个基隆山的存在 到了1392年的时候 当时的航海记录里面 因为已经知道有个琉球存在了 就把台湾岛称作小琉球 其实台湾岛的面积比琉球面积大 他把那个面积比较小的叫大琉球 比较面积比较大的叫小琉球 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 就把台湾称作小琉球 包括到了这个1535年 已经很晚了 1535年的时候 中国派到琉球去当大使的 有一个叫陈凯 写了一本书叫死琉球路 死琉球路就派遣他当大使到琉球的时候 他就基隆里面讲说 这个隐隐看见一小山 哪一小琉球也 他所看到的就是台湾岛 他把它称作小琉球 那么这是1535年 到了1544年的时候 有葡萄牙商船 经过台湾岛 那船上的人就 哎呀好美丽的 就称作福也没啥 可是这个传说 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到证据 说有葡萄牙人称呼古尔摩沙 有人说这是我们后来台湾史学家 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但是这个无从查证 到了这个1555年 这个中国又派了一个大使到日本去 这个人叫郑顺公 他在156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 日本一剑 他当时里面画的图里面 把小琉球标出来的 很确定那个地方是台湾 那同时呢 他还把小琉球旁边 有个山就定名为基隆山 我就跟前面讲法是一样 所以你应该说 当时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台湾岛的名字 是叫小琉球 更早的元朝的时候叫琉球 因为当时中国人分不开 这个小琉球跟大琉球 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虽然有传说葡萄亚人 经过台湾海峡 称呼台湾岛是美丽岛 但是葡萄亚人从来没有登陆过台湾岛 从来没有来过台湾岛 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了1573年很有趣了 有个中国官员叫曹学浅 他在谈倭阔的时候 他的倭幻始末 他讲当时有个海盗叫林道前 林道前他说林道前控制的澎湖 然后串逃到东方 所以表示1573年曹学浅 也把台湾岛称作东方 这个同一个时间里面 这个有一个西班牙的神父 就把东方用西班牙文的翻译 叫做什么 东家浪 翻译成东家浪 东方 这是米南里东方的另外一个翻译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说东方 东方 是一个周长334公里的大岛 而且 这个南北长394公里 东西宽142公里 这个数字基本上是错的 但以当时的测量水准来讲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台湾岛实际的周长是1139公里 但是第一个认识到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岛 应该是这个西班牙的神父 这个神父叫做马丁拉达 叫马丁拉达 到了1582年 我这比较正式 7月16号 有个葡萄牙的船只 在台湾岛的西海岸搁浅 那船上有个神父啊 叫梅兹 叫Pedro Gómez 叫高梅兹 他直接了当的 就把他称呼叫做小琉球 那另外一个神父啊 同船的神父叫桑切斯 叫Alonso Sanchez 他也写了一番记录啊 他说这个岛叫Hermosa 哦注意到哦 第一个Hermosa出现了 是出现在1582年 这个名词叫Hermosa 那我们要说的是说 有趣的是说葡萄牙人 就把1582年当作个词的纪念的日子 他有一段时间 还发行一个银币来纪念这个事件 说1582年葡萄牙人就跟台湾有所接触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的名字很多 不只是如此哦 在1589年啊 有一个福建的巡抚 就是福建省的省长 叫周才 他写了一段奏章里面啊 他怎么称呼台湾岛呢 他把台湾岛称作北港 注意到不是现在云林县那个北港 而是把整个岛称作北港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 荷兰人也就把台湾岛也称作北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岛的名字有 所以因为一个地点大家很热闹 问说你要去哪里 哦我要去大园啊 就是我要去台湾就把它变成整个岛的名称 所以到了明代晚期啊 这个很多的官员啊就开始的啊 比如说有个河桥远啊 他官位满大楼 他是一个叫做南京工部右侍郎 等于是一个建设部的一个副部长 他是江西人 但当时他就写了一个皱折 他说有地名台湾者 有地名台湾 他加了一句哦 故于我中国不俗 注意到他说哦 有一个地名叫台湾 不归我中国管辖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 是出现在1629年 但是当时荷兰人已经在台湾建立统治机制了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台湾这个字可以说是闽南人取出来的 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官员啊 就用台湾两个字把它定下来 所以大元两个字是专指那个港口 台湾那同音不同字就称呼整个岛 所以台湾的名字是中国人这样取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nicklist